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声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开始跟大家讲这个苦乐道用 那么这个藏文的传承我有没有呢 我记不得 所以呢 我可能到时候重新就是说一个传承以后 再可以给大家念传承 暂时呢 我们用那个汉语上给大家引导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苦乐转为道用的这个法呢 它可以分三个方面吧 就是这个出善 出善之义 然后中善论义和摩善后义吧 就是分三个方面 那么出善论义的话呢 他也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论名 还有顶礼句 还有礼宗 礼宗 礼宗 就是分这三个方面的 首先呢 讲这个论名 也就是说 苦乐道用 那么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呢 实际上是已经宣讲了 所有的这部法的深深的内涵 深深的内容 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在这个修行当中 这个苦和乐呢 其实它伴随着每一个人的一生 就是不可能一个人呢 就是从来都是没有感受痛苦过的 就是有没有这样呢 也没有 那么一个人有没有 一辈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快乐 就是从来没有感受这个痛苦的 或者从来没有感受快乐的 有没有呢 就这样也是没有的 可以说是苦和乐的话呢 在生活当中呢 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交叉这个产生的 或者呢 就是有些是乐可能比较多一点 有些呢 就是苦比较多一点 那么这样的苦和乐呢 作为世间人而言的话呢 大家都觉得是这个苦是应该值得是避开的 就是要这个远离的 那么乐的话呢 就是一心一意的追求的就是目标 就是这是大多数的世间人这样的 正因为这样呢 就是大家都是可能特别的 就是这个热衷于这个追求快乐 追求幸福 而特别呢 就是担心 害怕 就是遭遇这个痛苦 就是所以这个求乐啊 就必可呢 就是对每个人来讲是 也是应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就是这一点大家就是我们这个 在生活经验当中也是能感受得到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呢 他在生活当中呢 就是遇到苦的时候呢 他也不会那么的就是害怕 就是他也是有通过他的修行的方式来可以转为这个道用 就是转为道用 如果遇到一些快乐的话呢 他也是依靠他的修行的方式来 他可以这个转为道用 那么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就是苦转为道用是可以的 乐可能不用转为道用吧 乐不是我们这个求之不得的 就是应该是很这个欢喜的事情 就是乐为什么要转为道用 其实苦和乐呢 就是都需要这个转为道用 为什么这么讲呢 如果是世间人的话呢 就是他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的这种伤心啊 就是一举不正啊 然后就可能就觉得呢 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没有这个意义 就是他接触不了 就是非常的这个伤心 然后这样以后呢 就是他就心里面就是产生了各种的这种焦虑啊 就是伤感啊 就是特别的这种脆弱啊 等等等等等等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呢 就是这个就出现 这样以后呢 就是这个生活就是不会很正常的了 如果是遇到了这个快乐的话呢 就是会不会对他来讲就是能不能接受呢 其实作为一些世间人的话呢 当他快乐的时候他也不会接受的 因为快乐的时候 他可能会产生了这种傲慢啊 就是产生了这种看不起别人啊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心态 也会发生的 有些人是有福报的话呢 就是可能感受快乐呢 就是也许他能成得起 如果没有福报的话呢 他也就是很难这个成熟 就我们经常有一个成语 叫做是什么这个厚德债务 就是可以说用这个就丰厚的这种道德 或者说有福报的话呢 他可以能这个存在 存在什么呢 就是存在他的这个所有的这种财富也好 所有的钱财也好 可以的 但如果他没有这个福德 没有这个道德的话呢 即使有这个钱财的话呢 他确实是撑不起的 我们有时候也是看到 有很多人觉得说 我没有钱 如果有钱的话 我肯定很开心的 我肯定很快乐的 我很成功的 其实不一定的 如果他没有这个福报的话呢 就是即便是他有很多钱 最后的话呢 他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烦恼 最后呢 可能就是一切的一切都会毁于一旦 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说呢 一般世间人的话呢 就是表面上看来是 好像乐是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苦是就是很难接受的 但从我们修行的层面来分析的时候呢 不仅是这个苦呢 就是转为道用 还有呢 就是乐也要这个转为道用 如果你没有把它转为道用的话呢 那可能会就是这种感受的快乐和痛苦呢 对你的人生就是不利 人生不利 所以通过修行呢 就是可以呢 就是把它就是转化成什么呢 就是转化成这个修道的这个顺愿 就是修道的顺愿 因此很多这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呢 的确也是 他这个感受到这种快乐的话呢 他也不会就是一次而就是 就可能这个看不起别人啊 自己心里面就是残存各种各样的公告傲慢啊 然后呢 就是依靠这样呢 就是种种这个烦恼啊 就是他不会这样的 当他快乐的时候呢 他马上有这种这个快乐呢 就是分享给这个其他众生 当他的这种快乐呢 就是就变成了一种这个修道的这个顺愿 正因为他快乐呢 就是他不会就是一次而上失自己的这个德行 我们可能有些人就有 后面也会讲的 就是一般人们呢 就是这种这个应对 应付 应付这个痛苦呢 就比较容易的 而应付快乐呢 就是很难的 比如说有些人 以前在那个非常这个特殊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修行就不会这个 呃 呃 呃 退世啊 就修行方面不会退世的 但后来因为有名声啊 因为有钱财啊 因为有这个地位啊 这样的原因呢 就是他的这个修行呢 就是一次而退世啊 就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嘛 以前刚来的时候呢 他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就是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反而就是很坚强 就是就努力的就是修行啊 就是应该就是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违缘 但后来因为呢 就是很多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恭敬啊 供养啊 然后有了就是多多的这个利养啊 名声啊 地位啊 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的可能福报也赔不上吧 就是福报不够 种种原因的话呢 最后自己的这个修行啊 就是他的这个德行呢 很多都就是逐渐逐渐就是会这个上市啊 就这样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到 就是所以这是从这个快乐就是转为道友的原因 然后痛苦就是需不需要转为道友呢 作为修行人来讲 痛苦是非常这个需要转为道友 因为我们的这个轮回啊 就是实际上确实是苦多乐少 那么在生活当中呢 就是你这个有意的发现也好 没有发现也好 凡是有很多的这个痛苦呢 就是缠绕着我们 啊 就是苦苦啊 就是辛苦啊 还有这个殿苦啊 就是那么这些三道苦呢 就是一直呢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缠着我们的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通过自己的修行来不能转为道友的话呢 那你可能修行是无法这个成功的 一个人不可能是一辈子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什么这种这个违缘和什么痛苦都不会发生 应该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前辈子的这些特别了不起的 伟大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 在从他们的这个传记当中也发现 就是他们就是受到的这种 他们感受的这种痛苦的话 比常人还要就是多得多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 如果他没有一种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 就是这样的这个转为道友的话呢 的确是这个很难以这个修成的 就很难以修成的 所以这样的苦乐专为道友需要什么样呢 就平常呢 就我们这个需要修行 就如果没有修行的话呢 那就理论上能不能专为道友呢 理论上不能专为道友 那有地位 有猜测能不能呢 也不能 包括我们可能有些人呢 就是因为生活当中非常痛苦的话呢 他就想 我就出嫁了 我出嫁了以后呢 可能会不会有痛苦 其实不一定的 你出了家 土法全部提了 就是二环也就是扔到就是这个一百公司以外的地方 然后戒指也不要了 就是所有的这些原来所谈的这些这个财物啊 就是包括自己的什么这个爱人啊 情人啊 这些都已经这个离开了 但是呢 你因为没有修行的话呢 只不过是你没有土法而已 就是你这个光头呢 还是痛苦 就是一直天天苦着就是 如果你把这个大乘佛法的真正的关心的这些方法融入着自己的相续的话呢 那个时候呢 即便是你没有剃头发 即便是你没有出嫁 或者是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外在的变化 但是内心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呢 都可以这个转为道友 所以说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这种特别殊胜的内容嘛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去修行的话呢 你有什么名声呢 你是堪博也好 堪摩也好 格西也好 格西妈也好 就是 格西 格西 格西妈也好 还有那个法师也好 就是还有什么 那个什么样的这个出家人 在家人 皈依也好 数菩萨基 德国如何如何如何的灌顶 就是然后这个什么脖子上就是灌有很多上师的这个头啊 就是 嗯 头像是吧 不是头啊 就是 凡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加持品 就是这个左手就是拿着这个金刚铃 就是右手就是拿着转经论 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法器都具足了 但是你心从来都是没有与这个法相应的话 那外在的这些 哪怕是你到石头里面所有的这些 这个石头里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 石头里的这些装饰 就是像那个大卫德那样来就是装说的话呢 就是也无济于一世的确是这个修行呢 就是很重要的如果真正能修行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 这个 时间当中就是很难以这个 时间当中就是很难以这个接受的 时间当中呢 很难以接受的什么呢 就是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呢 你就无法面对的这样的事情呢 当你修行很长时间的话呢 那对你而言呢 就是 就是亲而言 亲而一句地面对 亲而一句地应对啊 就是这就是 苦乐转位 道用的这种方法 就是所以我想这个方法呢 就是对很多人来讲是特别的 这种需要 就是特别的需要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 就是那么这个 苦乐转位 道用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他这种窍诀呢 就是能化解我们这个 新玄学当中的就是 许许多多的这些 不平的这种矛盾也好 这种纠缠也好 这些都要可以化解掉的 可以调伏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 那么这一点 作为修行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下面哭和乐 怎么样专为道用 下面都会分两个封面来讲 所以我们这次的话 也没有要求 要起堂课来讲 然后我也现在比较随缘 能讲到多少就讲到多少 这样的话也可能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 本来都是不确定的一个世界 然后轮回也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外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变化 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以后 内在的许多比较隐藏的东西 本来马上要开悟 还没不能开悟的这些东西的话 依靠外缘的各种各样的变化的话 内在的有些奥秘 可以自然而然能通达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因缘 所以我们作为一些修行人来讲 跟世间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有所不同的 世间人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 当我感受快乐的时候 哇 今天太开心了 太美了 太好了 就一直陶醉在其中 永远都不愿意离开 早上起来的时候 如果睡得比较像 比较长的话 哇 好像 如果头上有什么旁边有闹钟的话 就拼命地把那个声音关掉 再睡一会儿 多舒服啊 这样的一种套嘴在乐的海洋当中 就可以这样的 但是作为修行人的话 他对不仅是乐 他会转为道友 更重要的生活当中遇到了特别难以认输的 比如说你的父母死了 别人对你进行诽谤 呵斥 或者说你的生活当中 就是频频地发生各种各样的这种痛苦 就尽量不断地 就是刺激逼复又产生一个又产生一个 在这个时候呢 你有一个特别坚强的这种心态的话 那就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个题目呢 大概就是介绍到这里 今天我就讲的不一定很多 对吧 那么下面呢 讲一下那个 这个库乐道也 然后这个作者呢 就是丹比尼玛尊志 就是丹比尼玛是 那个度之称丹比尼玛 就是以前那个应该登主法王 第一是登主法王就是有八大夫子当中的话 应该是他是长者吧 就是记得像那个志明沃斯 威萨公姓姆的那个这个丈夫啊 就是还有还有其他的这个七位八大法子 就是那么其中呢 就是叫 就是丹比尼玛啊 就是他呢 就是他呢 有很多的这个特别好的这个作品呢 就是包括那个大方王的《众议》 就是以前有其他人翻译过 我也当时想讲 但是没有讲证 还有那个 他有那个专门讲那个腐藏法的一些这个概论 就是腐藏法的这个概论 就是以前在西方有些学校里面呢 他也大概的就是介绍过就是丹比尼玛的那个腐藏法的一些这个道理啊 实际上是他是应该是1926年就是圆寂的吧 就是好像这个诸师62岁就是62岁就是可能是1865年就是就降生的 就是然后当时是是麦彭仁波切就是在世的时候 应该是在麦彭仁波切的传记当中也是出现过好多次 就是他是麦彭仁波切的很得力的一个弟子啊 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弟子 以前法王也不是经常讲过吧 就是说是有一次华智仁波切也说 现在我们这个丹玛的教法呢 就是还是有这个希望的 为什么有希望呢 因为至平丹比尼玛呢 就是在八岁的时候会讲这个《入行论》 就是说明了这个教法是有这个希望的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行龙斑满灯》的上师的话呢 就是这个今生洪生成就 就是说明了这个正法呢就是非常这个兴盛的 就是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德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这位作者啊 就是应该说是有许多的这种这个赞叹 就是包括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传记当中也讲了 就是他的就是世间和出世间的就是各种不同的功德 然后我也以前看过很多他的这个道歌吧 但是他的道歌的话呢 跟这个《孟弗仁波切勿光尊者》的一些这个 这个四学的风格相比较起来呢 就是就比较难懂啊 就是这个好像这个苦乐道用呢 就是还比较比较好懂 就是就不是特别难懂 那么其他的有些道歌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文风就是他的那个风格 就是就不是特别的好懂就是这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这位这个作者啊 应该是在藏地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著名啊 就是如今的话呢 就是也是海内外的就是这些大德们的话呢 都特别这个喜欢就是学那个 丹比尼玛的这个这种相关的 就是显宗和密宗的一些这个 他的这个教言啊 他的这个道歌啊 还有他的一些诸书啊 就是这些啊 就是这些啊 有藏文的话呢 就是专门有出版的 就是好像六七还是多少 就是有有这么多 所以这个作者呢 就是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 就是一个大德 就是这个是作者啊 就是这个仪者的话呢 就是是我 我是什么时候仪的呢 就是2月21号开始仪的 那天疫情就是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然后呢 就是到了这个3月3月5号就是翻译完的 就是当时我一直那个就是当时好像大家都特别紧张的时候 我就刚好就是就哭了转为道用 每天都闭在屋子里面啊 就就还是很很有感觉的 就是当时是很好的 就是好像我最后翻译到那个就结束的那一天 应该3月5号吧 就是那个时候是中国这个死亡的人数都是已经上了这个三千人了 就是当时大家都特别特别紧张的 这个时候就是在那期间呢 就是翻译了 然后就后来的话呢 就是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交对吧 就是那么里面的可能有些有些内容的话呢 就是就是再次这个边讲边交对可能更好一点 就是这个是这个苦乐道用的这个翻译情况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讲第二个就是也就是说顶礼句 就是顶礼句呢 就是他就顶礼这个圣者观自在 就是他跟藏文上稍微有点差别 但是我结合后面的这个 就是什么睡念其中所说的功德做而已 就是以这个道理和想结合的话呢 就是这里顶礼甚至观自在是可能比较好一点 本来是这句话是这个无拘 就是这样的事 就是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观自在呢 就是他对这个自他交换就是修得最好的这个菩萨吧 对众生呢就是具有这个大自大悲的 非常这个就是这种殊胜境界的大菩萨 就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苦乐专为道用的话呢 就是主要是这个自他交换的这种 像观世音菩萨的精神呢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为什么作者就是先就是对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赞叹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种功德啊 就是做进行赞叹 然后呢做历史的原因呢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是可以用这样的这种道理 然后下面是为什么是顶礼观世音菩萨呢 他是这个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的 恒时呢就是以这个贪乐而快乐的 就是他这恒常看到众生快乐的时候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也会快乐的 然后恒时呢就是看到这个众生痛苦的时候呢 就是他也是就是现现上呢 就是最这个最这个实现就是最这个伤害啊 就是应该是也这个就是实现就是最这个悲痛的 然后这样的这个成就大悲的这种功德尊呢 实际上是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他在本性当中是什么样呢 他会断除了就是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自相的这种苦和乐啊 就而安住的就是他是跟我们凡夫人是不同的 我们凡夫人的话呢没有断自相学当中的这个苦乐的这个执着啊 正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自己苦呢就是特别痛苦 而这个自己乐的话呢就是很很快乐啊 而终生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没有感觉的 而这个终生快乐的时候呢就是也许也没有什么感觉的啊 就像我们去年讲的这个《维墓接近》的一书里面就是也是讲过吧 就是说是凡夫人呢就是见到这个他人快乐的时候呢 产生厌离心了 然后那个见到这个他人痛苦的时候 见到他人痛苦的时候呢就是心乐 就是心就快乐的 而菩萨呢就是与此恰恰相反 什么相反呢 看到这个众生这个快乐的时候呢 他就产生欢喜心 看到众生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就是产生这个什么呢 就是产生这种不快乐啊 就是菩萨的特点呢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凡夫的话呢 就是如果自己快乐就是肯定会就是愿意得到的 如果自己就是痛苦呢就是不愿意的 看到众生的话呢就是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看到别的这个众生啊就是痛苦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这种开心啊 包括我们今年这个发生疫情的时候呢 不管是别的国家也好 别的一些民族的话呢 有些就是什么这个死了很多啊 就是他们非常痛苦的时候 有个别的这个有些人的话呢 也心灾路口啊 就啊觉得是火开 应该这样呢 其实这是应该大多数的这个反护人的一种这个心态吧 就如果大成佛子的话呢 不要说是这个其他的众生 甚至于他最怨恨的这种敌人的话呢 他也不愿意就是让他痛苦啊 就让他这个痛苦啊 不愿意的就是但愿呢 就是让他这个快乐 即便是你自己不能饶依他 但是呢 你也会就是愿意让他就是快乐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呢就是为什么是这个作者呢 就是先这个观世音菩萨面前就是进行这个恭敬定礼的原因呢 就是他已经这个得到了就是这种这个自他平等啊 就是或者说这个自清他众 就这样的一种境界 因为这样的原因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呢就是就值得这个赞叹 就是值得定礼啊 如果是观世音菩萨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就是 那么就别人痛苦的时候他就开心得不得了就是 然后自己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也是这个闷闷不乐的话呢 那观世音菩萨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 跟我们的境界一样的 但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应该就是向他定礼啊 我要定礼的话呢 应该他有一件这个功德 就是如果他没有任何功德的话呢 我要向定礼呢就是除非是害怕了 就是因为有些领导批评下面的人的时候呢 他就有点害怕就是向他定礼的 我实际上心里面根本不接受的 不是这样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呢 真的是就是超越了我们的这个凡夫人的就是方方面面 这样的原因的话呢 我们就非常这个就是合理的 就是应该这个向他定礼的话呢 就是也是有这个功德 有这个德行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呢就是这个虽念啊 就是自众所说的功德而作利 我们一边呢就是要想到这个观世音菩萨 这样的说真的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是非常了不起的 非常伟大的一个菩萨 那么而但愿那就是 我也就是获得了就跟观世音一模一样的 就是就是ggd在这个利益众生的 就是把众生的痛苦就是自己让结束 自己的这种快乐呢就是分享给众生 但愿我这个呃 有早一日一定要得到 像观世音一模一样的这种功德和境界 这样一遍我们 顺炼他的功德 另一方面的话 我们也向他顶礼 我们扣理这样说顶礼句的话 这也是一种顶礼 心里面 我想啊 确实观世音菩萨很了不起 我要恭敬他 心里这样想的话 这是忆力 心里的忆念 然后身体的话 你就观世音菩萨的相摆在前面顶礼 或者是你自己心里观想 然后向观世音菩萨用身体来磕头的话 这也是一种顶礼 因此我们修学的时候 最顺前辈的这些足迹 他们为什么顶礼 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 我们也应该这样顶礼 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观世音菩萨的这样的生育义的功德 那么我们通过对他的恭敬 对他的祈祷 和对他的这种特别的尊重 就是尊敬 就这样的原因的话 我们自己也会逐渐逐渐的 会得到这些时间和初时间的功德 就应该这样来想 这是讲到的什么呢 就是说刚才这个顶礼 第1个是他的题目 第2个是顶礼 第3个可以说是逆中意 我们一般造论的时候 下面都是有一种历史 少价宣说就是作为行之 必不可少的修行方便法 因为下面的话 他要立实给我们宣说 宣说什么呢 就是作为一个修行者 必不可少的 不可缺少的一个修行方便法 这个方便法是什么呢 就是世界当中无与伦比的 无价的这种可乐转位道用的窍诀 我们用金钱来可能 这个衡量的话 那就是值多少钱 没办法的 就是无价的 这个价值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昂贵 这个窍诀看起来只有两三篇 是吧 你们不知道赢了多少篇 但是实际上是无价的 就是这个是价钱的话 我们这个无价部门的话 没办法给他定价 就是 无价之宝 这个窍诀是无价之宝 因为这个修行方法 修行方便方法的话 确实特别的这种珍贵 那么这个窍诀分为 痛苦道用法和快乐道用法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例中吧 因为这里面的话 全部的下面所讲到的内容 而且它的价值 作为修行者不可缺少的 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很多人都自称是修行人 我是作为一个修行者 经常口口声声说是修行者 可是我们修行者呢 真正是遇到痛苦的时候能不能转为道用 真正是遇到快乐的时候呢 能不能转为道用 就是如果是你修行很好的人 或者说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种理论学得很好的话呢 遇到了痛苦 遇到了快乐呢 就是可以转为道用的 如果你这个修行特别不好 虽然你在某个地方已经闻死了多少多少年 但实际上呢 当你遇到痛苦和快乐的时候 一点的受益都没有 一点都不会转为道用的话呢 那可能是你的修行呢 就是不算成功的 弥彭仁波切以前那个《军规教言》里面有啊 就是有一句我是很喜欢的 无论享乐受痛苦 智者生死有出境 然后什么 纵然拜见苦与乐 无心愈者无数矣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就是 无论是你这个享受这个快乐也好 感受这个痛苦也好 作为智者的话呢 他会深深地思维其中的这个含义 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对他而言 感受到痛苦的话呢 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进步 比如说你遇到了这个生病也好 就是你家里的人死了也好 或者什么情况的话呢 对他来讲修行的一个很大的帮助 然而你作为快乐 你什么这个健康也好 这个什么有财富也好 民生也好 对他来讲呢 就是不会一直而上市 就是也是一个进步 而作为愚者的话呢 无论是在他的生活当中见到了多少次的痛苦 或者是多少次的快乐的话呢 对他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受益 这句话是大家一定要能背诵啊 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呢 是不是智者 还是是不是愚者呢 你自己可以判断自己吧 你的生活当中 你见到了痛苦 对你有没有帮助 修行上有没有帮助 你遇到了一些 得到了一些快乐 对你的修行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输益 有没有这个助金作用 就是这方面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上 正因为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是为什么要将这个苦乐传为道用呢 作为这个修行好的人 知之而言呢 它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作为修行不好的愚者而言的话呢 那你的生活当中呢 不管是发生任何的事情 就是除了这个上市你的道德 上市你的德行 就退市你的修行以外呢 没有任何的这个作用 就这一点是我们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真的能感受得到的 就是能感受得到的 就是能感受得到的 所以为什么要将苦乐传为道用的这个原因 或者是在这里呢 就是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它就可以课盘上分的话呢 通苦专为道用的方法 就是也是为这个实术 首先是讲那个通苦专为道用的方法 然后这个呢 就是要分什么呢 就是实术这个实术的这个道用方法 和还有呢 就是生意的道用方法 就分两种 就是通过的话呢 实术当中 我们主要是讲的实术的 生意地的话下面会简单的就是一两句就过了 就是说是什么这个 通过中观的这个四变八戚的观察方法的话呢 连这种痛苦的名称也是没有的 更何况说是痛苦就是 就这个 就一句话就开过了 就是这句话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 确实生意当中的话 连痛苦的名称都没有的话 更何况说是痛苦是什么 就所以生意是就是讲得很很很简单的 就是因为它这里是大多数的这个实践人 没有学过中观的人 就像我们这个现在刚刚这个学佛的这些人来讲是很需要的 就是所以我说 本来是这个法呢 就是以前是很想就是给大众就是这个网络上也好 人多一点讲 但是呢 就是就是无常就是这样的 就是所以呢就是 这么好的法呢 就是跟讲的这个对境的话呢 人是最少的就是只有几个人 而且这几个人的话 就是这个都是是木面人 就是看都看不到 带着口罩的人 就是这样 就是所以说这是三十多年的传法当中第一次遇到这么少的人 都是这个在木面人的这个群体里面就是传这个苦乐转为道用 对我来讲是很这个 应该值得就是这种痛苦要转为道用 那下面呢 就是讲那个世俗这个转为道用 就是世俗的痛苦就转为道用 那么世俗的这个痛苦转为道用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里可能我们就只讲这一句话都够了 就是下面 当我们遭受到有情就是或者说是非有情的这种顺老的时候啊 如果心里面就是这个习惯性的存在一种什么呢 就是唯一的都是痛苦的这样的想法 多痛苦啊 多痛苦啊 那么呢 就是既是一个非常这个微乎其微的这个 就是外境这个因缘 就是对境外缘 也会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巨大的刺痛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传习啊 就是传习这个苦和乐的任何一个想法的话呢 它会越来越增长的 这是一种自然规律 就是今天应该这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解释完 就是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一个 我希望这几行呢 就是你们要最好背诵 就是背诵的话 你以后那个一定会是能变成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修行人 就是如果这句话背不到的话 那你以后遇到痛苦的时候 哇哇的哭 就是除了哭以外 没有什么办法了 不仅仅是把这个词句要背上 还要呢 就是把他的这个内容 应该这个再再地去传习的话呢 我确实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有必要的 那接下来我就简单地讲一下 当我们这个遭受到就是有情的这种这个孙老 就或者说是非有情的孙老 大家都知道我们 其实人就是不开心的话呢 就是大多数是这个有情吧 比如说你的朋友呢 就是对你这个欺骗了 或者说是你的这个原地呢 就是就故意损害你 或者说别人呢 就是对你进行这个侮辱啊 诽谤啊 就是对你遭受各种各样的这种违缘啊 或者不是人 就是包括动物啊 就是动物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 我们现在那个山上的有些修行人的话呢 晚上就是这个老鼠呢 就是在你的这个房子里面 咚咚咚咚咚咚的就跑来跑去的话 你也是很痛苦的 就是很这个很伤心啊 就是或者说是有这个其他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小虫啊 或者说是其他的 包括有一些可能修行不好的人的话呢 我都早上还没有 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 这个院子里面的那些小麻雀就是 天还没有 它还没有那个亮的时候 急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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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叫 就是一直就叫了 那我如果修行特别不好的话 我可能特别讨厌就是那些这个 啊 这些众生怎么就不让我好好的睡觉 或者是晚上就是你的周围呢 就是有一些勾叫声啊 或者说是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有情啊 就是有情的话呢 各种各样的有生命的这些东西 在我们生活当中 经常会遇到的人和非人 甚至呢 就是你可能眼睛看不到的 但是自己感觉呢 就是有是不是鬼神在捉弄我啊 鬼神在开始损害我啊 就是你的感觉上这样啊 这些都是属于是有情的这个损害 然后无尽的损害的话呢 那大的方面讲 比如说这个地震啊 就狂风啊 或者说是火灾啊 或者说是这个水灾啊 就是等等 就是地水火风的 如果从小的方面的话呢 就是可能是 比如说你的露体就是做的不是很好的 或者说是你的这个什么 就是你的圆巴夸了啊 你的这个声音做的不好啊 你得到的这种这个一些这个非常微笑的一些这个地水火风也好 或者是外在的这个无情物 就是没有生命的就是这些 对你而言的话呢 就是有时候也是很很讨厌的 你的二级就是实在是天天都是就是弄不好的 就是你这个或者是你的那个数据打不开 就是对你来讲也是一种心理的 你算害怕 诸如此来的各种各样的 有生命的 没有生命的 或者有情和非有情的 这些这个对你的这个危害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心里想呢 就是习惯性的想着 哎呀 这是很痛苦的 有些人是习惯性的这样的 哎呀 这些人很讨厌 很麻烦啊 就是好痛苦啊 好伤心啊 好绝望啊 就是他的整个这个心态当中呢 经常有一种负面的词啊 啊 就是我不开心啊 我好伤心啊 我好糟糕啊 我好倒霉啊 就是我好就是 凡是正面的这些这个词呢 就是他也几乎就是很少 然后他的因为心里呢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 有了负面的情绪的话呢 因为这个心里呢 就是进行智慧 就是在课里面呢 就是会说出各种各样的这种痛苦的这种刺啊 就是因为你心里这样的这种痛苦的原因的话呢 习惯性的就是唯一的 就是有一些痛苦的这种想法 就是觉得是今天好冷啊 今天好热啊 今天这个法座好高啊 就是这个好爱啊 就是这个房子太高了 这个房子太什么了 啊 就是这个人就是好像如何如何如何 就是等等等等 这样的 那么如果这样的 就是你平时 平时这是一个怎么讲啊 就是一种平常性的 你们自己 我们自己都是不一定能发现 确实现在现在很多人呢 就是我们自己不能发现 我们自己觉得是 我的这种思维方式完全是一种正常的 但实际上是自己已经得到了一种心理的这种疾病啊 这种心理疾病的话呢 现在很多西方的心理学家 其实他通过很长时间的这种观察的话呢 就是有些心理学家都是已经知道了这种心理的这种疾病啊 就是给他认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病啊 就是什么什么这个状啊 就是那个各种不同的症状 其实我们的这个佛教当中 就是2500多年前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心理的疾病呢 就是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只不过有些呢 就是把它就认为成见见亮面啊 就是这么邪见啊 颠倒见啊 就是等等 就是这样来医民的 那么实际上呢 现在的有些心理学家是有些是通过自身观察而了知的 有些是依靠一些宗教的这种文明的 这个故书里面的道理呢 就是他就换一个名称 然后呢 就是立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当中 就是这样的也有 但不管怎么样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经常想是五好痛苦啊 五好伤心啊 这样的话是什么样呢 哪怕是这个微乎其微的 非常这个 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外在的这些因缘的话呢 对你而言呢 就是带来了就是心理上的非常大的这种痛苦 就是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 我们这个佛教的话呢 就是主要是痛苦是来源于自己的这种心 而世间人大多数的话呢 所有的痛苦呢 就是来源于这个外境 那我们这个论的后面也会讲的 如果你经常觉得是一切的痛苦 一切的快乐 就是寄托于外境的话呢 那这种人是永远也不会快乐的 就是应该你要懂得呢 自己的内心挑战很好 内心如果挑战得很好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种快乐呢 就是可以增长的 如果你的内心挑战不好的话呢 你一直追求外在的这种五指上 或者是外在的一个人上 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种痛苦的快乐呢 就是永远也是得不到的 反而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痛苦 就是增长各种各样的痛苦 你看这里也这样的 就是说 维护其外的一个对境 就是如果你经常想好痛苦 好痛苦的话呢 哪怕是一点一点的痛苦呢 逐渐逐渐就变成什么呢 非常大的痛苦 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苦和乐呢 就是其实一种 那么这个苦的想法 乐的想法 你如果经常去传习的话呢 那么就是它自然而然正大的 就是你如果觉得我很快乐 应该没有什么的 一切都是很好的 今天下雨也是很快乐的 今天不下雨也是很快乐的 今天见到你很快乐的 今天见不到你也是很快乐的 今天吃饱了 就是吃得很好 也很快乐的 今天吃不好 也很快乐的 我可以减肥啊 今天吃好了 我有福报啊 就是等等 今天我可以到金堂 就是很快乐啊 就是有这个油盐就是见到很多道友啊 哦 今天我不能到这个金堂 很好啊 就是关系无常啊 就是我听到声音啊 什么都都可以 就像那个《大波涅槃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若常出苦啊 就是那么出呢 就是水增长 如人呢 就是熄灭 就是什么灭 什么自多吧 就是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就是经常呢 就是善息这个无好痛苦啊 无好痛苦啊 这样的话呢 这种有处的心呢 就是自然而然会增长的 就像我们人呢 有时候是喜欢睡眠 就是喜欢睡觉的话 那你越睡 越喜欢睡啊 就是这个确实睡眠是一种习惯性的 你以前是不太喜欢睡觉的人呢 你就一段时间你就习惯性的睡啊 就是这样的 确实是 前一段时间我回来以后呢 也没有课 没有课的话呢 我翻译也暂时就没有开始 然后每天就是上午这个开会的话呢 也不需要那么早 就是所以我拼命的睡觉就是 刚开始睡不着就是 后来好像是很长时间就是 就原来我的这种睡眠的状态完全的可以改变的 就是所以我们的这种痛苦也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很痛苦啊 那个也是很痛苦啊 那这样的话呢 这种痛苦呢 就是自然而然会增长的 就自然而然会增长的 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就是去想 就是刚才也讲到 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经常想痛苦的话呢 就是那微乎其微的一些痛苦呢 其实就是 外境的这种因缘 对你而言就是带来了很多的痛苦 其实这个我在想啊 就是现在的很多人的话呢 就是 确实是有这种这个心理的疾病 就是西方而言的话呢 他们经常有一些心理咨询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他们都一般 他只要自己觉得是自己心里发生一点这个 出现一点状况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就是去马上去问 就是心理咨询医生的这个 他们的这种工作量非常这个 很多很多的了 就是 但是在过年 藏地好像这个名言就比较少 就是过年的话 好像不敢问 就是我心里有问题 就是好像觉得是自己心里有问题的话 精神有问题就是 所以大家都觉得是有点不好意思 但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不是现在说是有一种叫做是强迫症啊 就是强迫症 什么是这个强迫症的话呢 就是它是 嗯 自己觉得是自己非常合理的一种状态 但实际上呢 就是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 有些人呢 就是他的情绪是有一种强迫的 就是这种强迫的话呢 有强迫的行为上面的 也是有观念上的一些强迫 那什么样呢 比如说 我的这个窗户呢 就是他就终觉得呢 就是窗户开着的 然后他就去去去去去去去灌 就白云三根的时候就是灌这个窗户 然后又回来说一会儿 我不行不行 我这个窗户还是开着的 我这个门呢 就是还是开着的 不行 就是他去或者说 他一定要吸收 就是我的这个书上有很多的细菌 很脏啊 就是一定要吸收 就是 然后吸完了以后 就是还要吸 吸完了以后还要吸 就是 他一直把这个 这个瘦皮都全部都磨破了 就是他还要吸 还要看到有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觉得特别脏 就是很想很想吐啊 或者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摆放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血呢 就是放在这里 让他觉得不行 这个一定要争气 一定要做怎么样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有些佛教徒确实也有这种强迫症啊 就是就什么事情都不行 就是一定要按他的这个习惯来 比如说 你觉得是你的衣服上有很多冒发 就是觉得是有威尘 或者是有灰尘 有撒力 就是等等 啊 就是这样很不幸的 就是所以有些人 就是一晚上的是把那个衣服 把那个衣服 把那个衣服再洗 有去干洗 有去这样 这种是什么呢 其实这是一个 应该可以说是 在这里讲的 外境上是有个有微妇主打的 就是一点点的外缘 有没有一点外缘呢 还是有一点外缘 但实际上是自己的这个心里呢 就是也是出现一种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也是一种 那么这个是 现在心境学教就是认为是这样的 但是作为这个佛教的修行来讲的话呢 它不是什么外在的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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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疾病 应该是自己的心理就是 挑战没有好的 或者说是他前世的业力跟经济的这个环境和教育有关系的 或者用现在的一些心理学家的说法来讲的话呢 这种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者呢 就是他非常痛苦的 他觉得这个一定要完美 就是我一定要按照我的这种方式来 其实这种按照你的方式是 只不过是自己的分别人而已 但是这种分别人呢 就只能碎顺他就是 才能解决他的这个心态的这种疾病 除此之外呢 别人讲道理也是讲不通的 就是这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事情 还有一种病是叫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悲害这个这种这个妄想症啊 就是一直认为呢 就自己的是被别人害着的啊 就比如说我今天给你们讲课的时候呢 你就心里面觉得啊 看不一致是肯定是我的 就是他对我有本来有看法的 就是然后我就就这样看一下哦 他的眼是肯定不对的 就是他肯定等我一眼 就是那那说明呢 就是肯定想 想害我的啦 就是他 或者说是你没有看到什么的 但是自己感觉上呢 哦 应该非人在害我 或者是某个道友呢 就是他听见的是应该是害我的 所以这种叫做是被害的一种 也是一种妄想症 就是他根本没有 比如说我在这里呢 就是我按照那个道用的方法来讲的 就是我根本没有像是哪个要害谁啊 就是我根本没有像是哪个要害谁啊 就是或者是真的是啊 就是我没有这样的 但是我们有些是经常这样的 哇 你今天今天每一趟 我上课的话呢 就是开始把我 就是对我慢嘛 就是你为什么这样的 就是就可能会有 尤其是我们讲一些 盖当派的一些修行法的话呢 有些修行法是集中要害的这种窍诀是比较多的 就是所以有些人的话 哦 一直是肯定是对我不慢的 就是一直是害我的 一直是这样的 或者说是有些人呢 就是他就一直认为呢 就是这个人念咒语啊 这个人做法师啊 这个人在这个修相互法啊 就是肯定是 我在路上某个人遇到的时候呢 我看就是他的这个 这种言是有点不对的 就是所以呢 自己有一种妄害 就是什么说啊 就是这种一定要 我要放置别人的来往 放置别人的这种这个交往 不然的话呢 就是这个人是应该在有生质量当中 对我来讲是违缘最大的 就是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 但自己的一种妄想 就是也是这个带来的 就是这些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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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也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修行嘛 就是这个修行嘛 就是修行就是没有很好的这个条件 就是没有心很教 心很教 心很教什么呢 就是那种脆弱 就是我们经常讲 《入菩萨行程》里面不是讲嘛 就是 什么不以太脆弱 什么不以太脆弱 就是我们心就是不能太脆弱 就是太脆弱 就是太脆弱 如果太脆弱的话呢 那他的这个苦非常多的 损害他的呢 就是也是非常多的 因为你人很脆弱的这种原因的话呢 实际上是你带来的这种痛苦呢 也是特别多的 还有这也是一种症状 也是一种这个痛苦 还有一种 这种是什么样呢 好像我以前那个 就是在哪一个资料当中看过啊 就比如说有些人的话呢 以爱的名义呢 就是控制别人 比如说我是一个母亲的话呢 我对这个自己的孩子就是特别爱 就是他自己认为是我爱他 但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我一直控制着他 就控制什么呢 你吃饭了没有 你少吃一点 你多吃一点啊 你吸收了没有 你把灯关掉 你把这个开碎什么什么的 有些已经四五十岁的人的话呢 就是有些父母都是 他认为是他爱他 就一直是 你应该这样的 其实别人很犯的 就是觉得你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也不是什么这个一两岁的这个孩子 我应该是动得怎么样 你一定要把这个灯关好 你把门关好 你一定要 你要出去的时候要小心啊 我都有时候过马路的时候 旁边那些道友 小心小心 来车了 小心小心 前面有红灯 就是 我就心里面想 就是 我也不至于那么笨吧 就是 就不可能连车的 就是 有些聪明的牦牛和有些聪明的山羊的 他都会就是 来车的时候他会让的 就是 那我都不是这样的 就是 我都不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是习惯性的 就是 你爱他 但是爱他呢 就是过于的这个控制别人 就是 这就是 是不是心里的一种 一种这个疾病呢 也可以属于一种 因为你觉得呢 就是你这样的这种维护的话呢 就是对他是一个很好的 但实际上的话呢 也不一定的 就是包括这个父母也好 这个夫妻之间也好 就是朋友之间也好 就是朋友之间也好 那么人呢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颠倒的这种心啊 这种颠倒的心呢 自己都根本不知道 就是自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个思维 当然 我们从光义上讲 所有的众生 就是啊 就是这个预持满天下 就是吃矿满天下 就是应该是 就众生都是有无名的这种颠倒性 但是这种无名的颠倒性呢 就是现在而言的话呢 就是更严重啊 就是更严重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更严重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媒体啊 就是包括有一些这个价值观啊 就是带来的话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 越来越来越自主 越来越完美的话呢 觉得自己是最快乐的 实际上是他的这种这个道向呢 就是一个颠倒的这个引导啊 就这样的原因的话呢 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得不到真正的这种快乐 就得不到真正的快乐的话 那最后是什么 人们怎么想的呢 因为心就是没办法挑拨 心没办法挑拨的话 最后牛带人间的这种这个勇气都没有啊 为什么现在好像一九年 就去年的时候呢 就是 就是大概这个全世界自杀的人啊 就是自杀的人都是已经一百多万人啊 就是像日本啊 中国啊 这些都是应该比较而言是自杀率比较高的这个国家 就是一百多万人 就是每四十秒当中是有人自杀的 所以西方有些政界的领导也说是 现在我们的疫情不严重 就是那么自杀和交通事故的死亡的人就是更多的 就是其实他们说的有些也是有道理的 就是确实全世界人就是这个明年的字 为什么自杀 而且这些自杀的人呢 就是经常选择 就是最美的地方 就是湖泊啊 就是像这个日本的湖石山啊 就是然后美国的这个旧金山的那个大桥啊 就是就很多就是这些这些商 有些在这个就是高楼上这个条路啊 有些是资金啊 有些是调和 有些是这个就各种各样的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就外在的这些这个外景呢 对他而言 就是特别的这种 伤害 这种伤害呢 这种伤害呢 自己的心没有转为道用 那天我看到 好像这个月吧 就是有一个地方 一个学生 就是他因为老师把他的书籍和他的成绩就收回去了 收回去了以后的话呢 那么就是他就在过了之后的话呢 就是自己自杀了 就刚开始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应该是老师对他的可能有一些迫害 就是后来从监控当中发现的话呢 老师根本没有做什么呢 就是自己自杀了 就刚开始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应该是老师对他的可能有一些迫害 就是后来从监控当中发现的话呢 因为他作弊的原因还是什么 把他的卷子和手机就是拿回去 然后他就沉默了二十分钟 最后的话呢 就是自己自杀了 其实外境当中发生的事情呢 就是对人们来讲的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 但是呢 因为自己没有这个转为道用的这种能力啊 没有这样的这种勇气啊 这样的原因的话呢 就是他会这个选择什么呢 就是选择这个自杀啊 就是选择自杀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真的看到那个修行人当中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 很有可能呢 就是自己也会选择自杀 我总觉得有时候 我们的这个佛教徒当中 也不一定是修行很好的可能 我有时候想 是不是现在的很多的媒体啊 包括一些连续剧啊 电影啊 这里面就是 最后诸佛无漏的时候 有些人都去想出家就是 所以现实生活当中 有些人真的诸佛无漏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出家就是 有些出家的话呢 好像表面上看呢 就是是真人的这个出家 但实际上心里呢 并不是很那个很正常的 就是出家人当中 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人 那么不学佛的人的这种这个心的这种这个调整的话呢 就是确实更差 就是更差 这些道理的话呢 其实是在世俗当中是应该是一个性的奥秘 如果我们不要说是生意当中的性的奥秘 就是世俗当中的话呢 性的奥秘不懂得的话呢 我们自己认为我是正常的生活 我没有任何的心理级别 我是一个很正常 别人说你心里有问题 可能是特别生气啊 我没有问题啊 我有什么心理问题 你就是精神病的 可能会这么讲的 但实际上呢 我们没有很好的去观察的话 就像我们今天说说的那样的 就是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外缘的这个微不足道的一些事情呢 比如说别人对你的这个一句话 别人对你的一个态度 别人对你一件小小的一件事情的话呢 也许你的这种一辈子的伤害呢 就是永远也是没办法恢复 也许因为这个导致的话呢 你最珍贵的这个生命都是一次而结束 就是一次而结束 所以我想佛教呢 就是确确实实实在这些方面呢 有特别就是很重要的这些窍诀 就是这个作者丹比尼玛的话呢 你现在应该就是几十年嘛 就是还不到一百年嘛 就是不到一百年 那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些心理学的这种科学呢 也许藏地当时是很偏僻的 就是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沟通 但是他呢 依靠入行论啊 依靠中观宝满论啊 依靠这个学际论啊 这些殊胜的大乘佛教的这些窍诀的话 其实在这里呢 真的是已经就是讲得特别的这种细致 让我们现在就是去了解的时候呢 哇 就是确实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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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现在人的心理状态呢 就是说得拧拧皆知 应该就是非常非常的这种细致的 已经就是妙准了 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一句话的话呢 确实是可能懂得了心的奥秘 就像《入行论》里面讲的 若不止此行呢 奥秘法中尊 求了必可 无以中漂泊 就是如果我们不懂得这样的心的奥秘 就是法中尊的心的奥秘的话呢 那你想求了 你想必可的话呢 就是可能没有意义的了 就根本没有意义 如果你动到就是这里面的意义 其实这是微不主导的事情 外境上的一些事情 对我来讲是无理无害的 如果你真正是习惯性的 就是这样动到的话呢 就是也许就是在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 对你而言呢 就是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呢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完全是可以面对的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样的 就刚才不管是强迫症也好 或者说是什么就是被害这种修 就是妄想症也好 这些的话呢 根本没有 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呢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面对的事情呢 别人对你的这种态度本来都是没有的 本来都没有的话呢 那对你有什么算案 就绝对不会有算案 所以它的最好的这个对着方法 最好的这个对着方法的话呢 要懂得我们的这个负面的这种邪见 负面的这种邪恋 如果你懂得这一点的话呢 你自己对自己都是觉得是很可笑的 就我为什么这样呢 我应该是心里很这个宽广的 就是很包容的这个心态来对待的 其实这些事情是对我来讲是应该没有什么 就是这叫做什么呢 就是叫做是真相思维 就是有一个人叫做是道相思维 道相思维 现在心理学家也经常这样讲 真相思维的话呢 什么事情都是从好的方面来想 就是没有没有那么严重 比如说我们刚才觉得什么都很痛苦啊 什么都不行啊 这个环境也是很脏的 很乱的 这些人也是很坏的 哎哟 这个喝的这个水也是肯定里面全是脏的呢 就是里面有虫啊 就是这样的 这个被子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他对我还是是很不利的 可能对我的健康 对我的生命可能是优害的 那么我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好像是 就是全部都在就是对我进行这个就是攻击啊 欺负啊 就是人也对我不好 就是甚至这些外面的这个电脑也是对我很不好的 就是我应该想把它炸掉 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的话呢 那我这个世界是很很这个肮脏的 很黑暗的 对吧 如果我想是 啊 所有的道友都是诸佛菩萨的花心 所有都是应该有信心的 应该是很好的 有一个正面来这个思维 这种 这是一种修行 就是这是一种习惯性的 但是我们不懂 以前都是 我们没有这样的教育 没有这样的教育 我们不断地就是增长这个贪嗔痴 啊 就是增长嗔恨性啊 嗔恨性的话 英雄的概念 其实嗔恨性是很很严重的 就是现在嗔恨性非常严重的时候 有些心理学家说 如果母亲有 正在发嗔恨性的时候 最好不要给孩子这个喂来 不然的话呢 就是孩子就是身上马上有毒了 就是以前我们说是什么贪嗔痴痴 烦恼 这个无毒的话呢 就为什么叫毒 现在真正毒呢 而且有嗔恨性的这些这个血呢 就是当时如果溯在一些白老鼠啊 这样的时候就是他当下死亡的 就是 这是然后我们的这个欲望 就是过于这个强烈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一种负面的情绪 不合这个实际的一种情绪 他对这个人的健康也是有害的 然后我们的这种愚痴啊 就是非常愚昧的这种心态的话呢 也是一种毒 就是诸如此类的 因为很多的颠倒的这种思维呢 我们众生是真的很可怜 就是不懂 正因为不懂的话呢 我们很多的这种价值观呢 就是不是正确的 正因为不是正确呢 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是非常的痛苦 就非常的痛苦 我们的这种痛苦呢 不但是我们身体上和身体上的痛苦 更重要的呢 就是就翻倍的增加 就是心里的这种痛苦 那心里的痛苦呢 无始以来的恶业的这种因缘 还有呢 就是我们周围的这种教育也好 环境也好 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虚伪的 虚假的 这样的这种信息 那么这些恶的因缘结合一合的话呢 为什么很多众生都是真的很痛苦的原因呢 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希望呢 就是很多人真正是动得了信的这种奥秘 就是信的奥秘呢 有两种奥秘 一个是生与地的奥秘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四足地的奥秘 四足地的奥秘是什么呢 就是痛苦和快乐是有没有呢 四足当中是有的 但是我们凡夫人呢 就没有真实的这种名言当中也不存在的很多痛苦呢 我们依靠我们的分别往下来就是开始这个增加 就这一点是特别可悲的 如果我们真的身体呢 就是被火烧的时候 那种疼痛的话呢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就是这种痛苦是可以的 但是我身体上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这种火烧的 detector 我的这个心里呢 就是增加 就是佛教里面 这叫什么呢 这叫正义 知道吧 就是正 Hybrid cium 从增孙和那个什么 就是 就是zying和肾见是吧 对 正义 我说的是正义没有说肾见哦 你要记住所以这叫做佛教里面说做正义啊 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 就是啊 对 正义 我说的是正义 这叫做增加 忠度 本来是没有的 但是你就认为是有的 就刚才讲的一样 外境上是这个痛苦是你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就一直是接受不了 所以对你而言这是极大的这种刺痛 那么习惯性是什么呢 习惯就是库和洛的任何想法 它会越来越增加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呢 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所以我们要断掉这种痛苦的 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 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你要懂得了其中的这种因缘 还有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发生什么 不要特别的去执着 有一种岁愿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你今天可以到金堂 你可以我来吧 有岁愿吧 然后门口上官家说你不能来 你干什么 你真拿过来 你干什么 那就好吧 那我就开开心心的唱一个金刚歌 我们不是原来讲的一个快乐歌吗 快乐 一切皆快乐 就是一切都是快乐的 然后我便唱一个金刚歌 然后就把这样回去的话 这就是比如说乌咒菩萨不是说嘛 如果生病的话 病也是很快乐的 消除前世的恶业 如果不生病的话 不生病也是很快乐的 健康的身体可以修行 然后富裕也是很快乐的 贫穷也是很快乐的 你这样的比较随愿的 遇到什么事情呢 不用特别去抢 刚才有给我打电话 关键不让王子怎么办呢 我说随愿吧 什么随愿 什么随愿 我不能随愿 我也想是对他来讲是可能很大的痛苦 要么是有一种随愿的 真的我们有些生活还是随愿比较好一点 就不要特别的去强求吧 还有一种就是自主少欲 自己因缘有什么样的话 你就有一种自主性 那样的话也可以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道向思维 你这样虽然我没有如愿一场 但是也许可能对我来讲是 这个是更好的一种方法 就这样的话对你的修行很好的 这一点是我个人自己觉得 有时候不管我自己的一生当中 有时候是生病也好 开导也好 父母的死亡也好 包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反复观察自己的心态 我并不是因为证悟的原因 但是因为在这方面 只传习的可能比较多一点 我也喜欢看书 然后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对很多的这个 我的这种梦想 不但不能成真 反而对我遇到各种各样的 任何有情和非有情的这种阻挠 或者是对我损害的时候 我是完全能理解的 我在另一个方面 寻找一个道理 你看我在疫情期间 我就拼命的翻译 那期间是特别快乐 也许可能你们不相信 我不是说我修行如何如何的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事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遇到了痛苦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路 你根本走不通的时候 你非要平民地闯的话 可能不是什么 然后你就返回去 返回去的时候 变唱金刚道歌的话 也许可能是很好的 因为你这个苦和乐 你怎么样想的话 其实是它越来越增 你如果想这是快乐的 这是快乐的话 你的快乐越来越增 你说这是痛苦的 怎么这些人欺负我 这些人人都是很坏的 这些是不是魔王的发生 那这样的话 你的痛苦越来越多 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段 今天我就只讲了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 我也希望你们好好的思维 其实我还想说很多 但是时间太多了 就不行 可能今天还是讲到这里吧 好吧 这是一种自然规律 就是讲到这里